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超级工程 据说有一个堪称世界之最的难度 这就是我们的川藏铁路 川藏铁路呢 为什么难度非常大 所以第一点呢 那么与过去的我们 刚才看到的是这个超级工程 这个青藏铁路 青藏铁路呢 那么是高原 那么碎洞相对来讲较少 那么川藏铁路呢 未来是高海拔的 碎洞群的施工工程 那么整个川藏线 从成都呢 到拉萨呢 1500公里 其中呢 这个亚安段到这个林芝段 是960多公里 960公里呢 有800公里是隧道 所以应该这是一个 与世界上过去的工程 完全不一样的工程 就是高海拔的碎洞群工程 那么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这个工程呢 那么所在的地理 地形条件和环境条件 都十分特殊 非常复杂 多数的这个碎洞呢 都在3000到4000米的 这样一个高海拔 而且呢 高海拔缺氧 还有低气压 高寒 另外呢 整个这个川藏铁路呢 将来要穿越这个 这个横端山脉 是八起八幅 高山峡谷 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呢 会生病啊 会会 行动能力会下降 装备也会 功效会下降 故障也会 也会增加 另外第三个难点 就是我们这个碎洞呢 都是一个深埋的 复杂地质碎洞 这个是跟过去 以往是不一样的 这个所谓的深埋 超大深埋的 这个碎洞的埋深 动线到山顶的高度呢 都要在 1500米到2000米的 这个超大埋深 超大埋深的复杂地质呢 会带来的问题呢 比如说 塌方危机人员 和这个设备的安全 还有我们的这个 会出现突击突水 突击突水呢 我们设备有可能被淹 有可能被困 还有呢 像我们还这个 大埋深之后呢 就复杂地质 会出现岩帽的问题 岩帽的问题呢 就是开发隧动之后 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刻 那个岩石会从 这个洞壁呢 会像炮弹一样 弹射出来 这样的话 我们的设备和人员呢 会面临非常大的一个风险 穿藏铁路的建设 这样一个高海拔的 深白复杂地质的 碎凳群 那么这个是世界上 可以是究竟有的工程 穿藏铁路工程 从它的设想提出的 那一天开始 就被大家认为是 堪比难于上青天的 一个超级工程 所以在上个世纪 五十年代 很多的专家 学者 专业的技术人员 反复地勘探 但是这个伟大的工程 在那个年代 还是只能停留在图纸上 今天呢 我们特别想知道 当这个超级工程 摆在你们几位面前的时候 给你们的设备 提出的要求 考验 到底是什么 讲船上提到之前 请允许我离开座位 我对着这个模型 说一下 现在这台设备是承担 新疆一个超级工程 这个隧道全长是500多公里 每一台TBM 要承担20到40公里的绝境 那么埋生在2000多米 它的地质条件是相当差的 国人地质条件都有 有点类似于川藏铁路的隧道 那么这样的装备 应该说是国前 我们国家 也是全球隧道 难道最大的一项根层了 那么这个设备 能不能够拿到川藏铁路使用呢 还不行 那么川藏铁路 我的体会是 磨钱是人类历史上 对人类最大的挑战 磨钱没有一台 既有的装备 能够直接拿到川藏铁路去使用的 包括我们的地下跟着的装备 和地上跟着的装备 那么我们的装备 今后应用到川藏铁路的装备 我们现在正在研制 必须要体现 一个是超级 第二个是智能 四个字 超级就是要应对超级根层 首先要具备超高分线地质 第二个是超大 超长 超深的地下空间 比如说我们川藏铁路 这场的赛道 我们绝对要打40个地 埋伸达到3000多米 时间要达到10几米 第三个是超国内的资源环境 像川藏铁路的资源环境 外面达得零下四五十度 这种的时候 隧道里面可以达到高温达到八九十度 因为它是高低热 所以这个反击回程窝里 第四个就是超常规设计施工 整个川藏铁路的隧道 都是超常规设计的 那么川藏铁路成本 关键在隧道 那么第二个字就是智能 常规的资源 我估计很难在上面去使用 现在的设计规则 一个原则 就是能不用人的地方 尽量不要用人 对我们的装备好 对我们的管理好 都会要求自动化 我们现在正在加班加定 正在做出这方面的工作 川藏县这个项目 确实是我们在国际上 有史以来最大的 最难的这么一个终点工程 它对我们这样的决定专门 提出什么要求呢 它需要它能够超前去地质探测 原来我们的地质隧道 基本上在施工之前 这个隧道地质地盘 掌握得很清楚的 它在川藏县那个地区 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条件 我们要边打边探测 还有超强的地质探测能力 第二个要有超强的破岩能力 我们在一些软源 大边形的地段 在破碎地段 我们要快速通过 不能在那里久留 还有过去了以后 还要有超强的支付能力 就是三个超强 对于我们这个装备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那么在这个时候 还要同步地要解决 在一些缺氧地区 这个机械效率折减的问题 那么这些困难 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需要做精心的准备